大家好 我是翁準 歡迎收看股海弘揚 今天加權股價指數盤中大漲120點 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你不要等到大漲的時候 你才想到要追股票 你每一次都這樣 叫你可以買的時候你不買 每一次出現極度恐慌你不買 出現極度樂觀你才要一直追 但是這個時候你去追股票 真的會賺錢嗎 要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你就要有領先市場的思維 而不是跟著市場的情緒在走 然後大漲追 跌下來才在抱怨說 為什麼台北股票市場不好 不是這樣子的 每一次漲上來它都是一個tempo 都有個股在做輪動不是嗎 那你那時候 然後當之前跟大家講說 板卡族群很強很強的時候 你那時候不去買 但你等到它開始在跌的時候 你才想到要去買它 因為跌下來了 所以它變便宜了 所以你要去追 但是這樣追股票你真的會賺錢嗎 你真的會賺錢嗎 那真正的高手不是這樣在操作的 它一定是先看到一個機會 然後抓到那個時間點切入 而且切入就是大買 買很多 然後等機會來的時候才要出清 所以我今天測票跟大家講什麼 你要在橫盤的時候大買 你才有辦法去賺錢 而不是現在每個人跟你講說 它什麼股票漲停板 它有沒有辦法跟你拿出來做驗證 漲價提倡我們講很久了 這張字卡都快被我講爛了 但是它就是強啊 它就是強啊 因為市場上面會有一種利差 我今天買的價錢比較便宜 但是我賣出去的價錢會比較貴 那我就有這個利差可以賺 所以當有些人不懂的時候 他就會隨便去亂做 他就做了什麼放空啊 籌碼面欲亂流國巨2月份借券賣出張數大增 而且這個賣出的人是誰 他不是一般人耶 他是法人他是外資 他去hedge fund 他是避險機 結果呢 結果他做他怎麼樣了 他現在今天準備要再創新高了有沒有 距離前波高點只剩多少 不到10塊錢的距離 怎麼會這樣 那這時候去放空的人 是不是全部都被嘎了 全部都被嘎了 那他們真的懂股票嗎 我是怎麼跟你講的 大盤重挫股價逆勢突破了 2月23號的量大KK區嘛 所以呢避險基金大舉放空 籌碼反而更加穩定有沒有 舉一反三逆勢中你要找到流星雨啊 那時候大量KK在哪邊加 也就是說我這邊突破之後 這裡所有的人都是賺錢的 籌碼是不是穩定 穩啊 還有人在放空 未來這些人還要再把它買回來 這種股票不能買嗎 但是你買不下手 因為你覺得他漲很多 因為你覺得這種股票不應該這樣 就是因為你那種更深固定的觀念 所以你沒有辦法賺到錢 不是這樣嗎 所以你要懂得改變啊 這檔股票也是啊 當初我們在買的時候沒有人會提到他 現在全市場都在講他 我們在34塊6的時候就已經告訴你 你要尻了嘛 你可以買在34塊5元啊 你可以買34塊5喔 我告訴你我還不只尻一次 我買很多 再來 我告訴大家說 這是一個強勢回檔的整體價位 這是強勢回檔 波段的強勢股 你要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嘛 一檔國具 他可以帶出缺貨的題材 缺貨有沒有 那他是缺貨最大的收割者啊 甚至說中間來回 他有洗過嘛 洗過籌碼更好 他疊下我很開心 因為我還要再買 這個叫什麼 多頭吞噬啊 K線理論當中的多頭吞噬 是不是告訴我他是一個機會 他是一個買點 金流也告訴我他還可以買嘛 元月營收是不是暴增 當他出來的時候 我們早就已經都不好舉了不是嗎 現在我們就看什麼時候 我們要賺多少錢而已嘛 但是呢 你等到現在再去追 來得及嗎 來得及嗎 我覺得還有機會 可是 你可以跟上一個專業的團隊 去賺更多的錢 你為什麼不要呢 那有些人啊 現在才跟你講說 這檔股票有多好 可是他完全不知道說 他當初為什麼要買它 因為他只覺得說 這是一檔強勢股 然後就尻了 但是我告訴你的是說 現在有資金啊 有資金在做佈局啊 因為只有資金的流向 他才能決定行情的方向嘛 這檔股票呢 你到底要怎麼去解釋它 你到底要怎麼去看它 我們後面再跟大家談 我認為他的多方趨勢 是沒有改變的 同樣的 之前跟大家講過 當我現在的資金 正在轉入哪一些個股當中 其實他是一個族群性的 他現在正在轉入一個 生計的族群當中 有沒有 之前跟大家講過了嘛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你要特別注意科研啊 1786的科研啊 我們在56塊錢買進嘛 那他是中國醫美 醫美最熱的一檔公司啊 最強的一間公司啊 所以他的量大高點 代表說有人在做佈局嘛 他會突破嘛對不對 是不是都在賺錢 那甚至說 我也告訴大家說 高價股你要注意誰 大疆啊 360塊錢買進 我們在359元都可以成交喔 籌碼有多少可以讓你收 3月7號的時候 兩天的時間 這檔我獲利了結了 我獲利了結了 我告訴你 兩天你可以賺3萬5 10張你可以賺35萬耶 35萬耶 但是我們怎麼抓到這檔股票了 我們怎麼告訴你說 市場的資金正在做移轉輪動 如果你沒有抓到那個移轉輪動的時候 你怎麼樣在股票市場裡面 賺到獲利呢 其實你看一下量戰三法就知道了 市場的資金的量還會移轉嘛 所以呢它會產生出聚集量 變動量跟個股量這三種量法 這三種量法呢 我都在什麼 我們的超盤日誌裡面都有跟大家講 那有一些訊號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帶動個股的上漲 比如像說生機類股 它就是在變動量裡面發現的啊 原本沒有 但是忽然之間量出來了 同樣這檔股票也是啊 3月8號的時候跟大家講說 3105的穩帽 出現了多頭吞噬的逆轉K棒有沒有 突破月線反壓 測試資深反彈 有逆轉空方的趨勢 當初是不是在 有跟你講過 3月8號的時候在Light 8裡面嘛 所以呢 從那天開始 3月8號的時候漲了沒 還沒啊 但是這一邊是不是一樣嘛 多頭吞噬線嘛 而且它是逆轉月線 月均線準備要翻揚嘛 月均線扣底值準備要扣底 低值的時候整個趨勢已經改變了 但是它是一個短線上的轉折訊號 你有沒有抓到 重點是KD指標在這邊黃金交叉 買盤真的很強耶 敢不敢買不敢買對不對 因為你完全看不懂這個線型的 它所告訴你的訊號啊 270塊錢買進嘛 3月8號的時候 就已經跟你講了嘛 那時候你都可以成交 因為這麼多的買盤 這麼多的賣盤在這邊等你耶 這些人都傻傻的 要把股票賣給你不是嗎 那今天呢亮燈漲停板 來到297塊錢 270元買進了 你現在一天的 兩天的時間 你就賺27塊錢 但是我們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技術分析啊 靠的是短中長期的趨勢的改變啊 靠的是亮戰三法告訴我的 現在什麼樣的股票是有量在買的嗎 有錢在買的 什麼樣的股票 它是有訊號出來的 所以呢操作一定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啦 同樣的這檔股票 最後跟你講喔 它現在目前正在扣體低的位置 月均現在在扣體低的位置喔 這邊帶量突破 還有一個跳空缺口 這個缺口沒有補 都代表多方趨勢 還會再延伸下去喔 那亮縮整理 架跌亮縮 今天一樣KD指標出現了黃金交叉 也就是說它是買盤非常非常積極的 怎麼買 跟上我們的操作團隊啦 現在已經是一個打團體戰的時代 你不要再孤軍奮戰了 把電話給它撥通啊 把電話給它撥通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古海洪洋註定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